內華達州的選民不僅要在總統候選人 特朗普和哈里斯中做出選擇 他們還要投票決定選票上的第六項提案 劳拉·坎貝爾挨家挨戶的告訴人們 為什麼她認為對選票上的第六項提案 投贊成票如此重要 墮胎不止一次挽救了我的生命 羅伊蘇韋德案被推翻後 我認為我們所居住的州要保護我們的權利 這很重要 但是在一家提供墮胎替代方案的宗教非營利組織 首選懷孕服務中心的週年慶典上 像戴博拉·科斯特洛這樣的人 則擔心選票上的第六項提案會通過 這場鬥爭似乎勢不可挡 我們州有成百上千萬美元在支持墮胎行業 內華達州居民早在1990年就投票通過了 將24週以內的墮胎合法化 但民主黨人擔心特朗普再次當選總統 可能會推翻這些權力 儘管特朗普表示這個問題應該留給各州自行決定 如果選票上的第六項提案獲得通過 現有的保護措施將成為該州憲法的一部分 這使得他們更難被廢除 我們看到在22個州墮胎禁令導致生命喪失 我們不希望這種情況發生在內華達州 今年是傑西卡德萊昂第一次投票 早在坎貝爾敲門之前 他本就計劃把票投給哈里斯 並對第六項提案投贊成票 我不認為政府應該對女性的身體 或任何類似的問題發表任何意見 我認為女性對自己的身體 應該有完全控制權 內華達州是經典選舉中 讓選民選擇墮胎合法的方式 和實現的十個州之一 在過去的選舉年 將這個問題列入選票 往往會提高投票率 並使民主黨候選人受益 克里斯蒂安·莫斯是一名巴西移民 他在一段虐待關係中懷孕 但他選擇保留自己的孩子 他是內華達州生命權組織的董事會成員 沒有生命就沒有自由 也沒有其他權利 如果你不尊重生命 就會有種族主義 人口販賣 我感覺我們現在是可以被拋棄的 雖然這個問題正在激勵年輕選民 但首次投票的科斯特洛說 人們的想法是可以改變的 並不是所有年輕選民都會投票給民主黨 如果你能直觀地看到這對一個人來說 有多麼大的破壞 你的想法就會立刻改變 獨立健康民意調查機構KFF 本週發布的一項全國性調查顯示 自從哈里斯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以來 越來越多的女性將墮胎權 列為她們最關心的問題 美國之音記者吉普森 內華達州報導 我們所為新冠 Fool的 我們下期的報導 民主黨 Return of theisha Venus Ark 尺